在这个单元中,我们要讨论的是说 假设我现在有一个范围A2到A6的储存格里面 我希望它的数值不要有小数位数 而且呢,小数位数要四舍五路,有没有 要怎么做,要怎么做 那以往呢,我们都会用什么,数值里面 里面的格式,我说数值,然后不要有小数位数 然后什么样的格式,按确定就可以了 但是呢,我们同样的,除了这个方法以外呢 我们也可以用什么,快速键Ctrl-Shoot加1 Ctrl-Shoot按住加1,它就会自动干嘛 把小数位数去掉,而且会四舍五路 四舍五路,所以你可以看到有没有 这里面什么是222,应该会变成223 有没有,148会变149,有没有,就这样子 那如果说呢,我不希望要四舍五路 我希望就把它舍掉,直接舍去 那怎么做呢,我们以这个来看哈 F2到F6这个储存格 框起来后呢,我们可以按什么 寻找一取代里面的取代 或者你按Ctrl加H这个快速键 进来后呢,我们再注意到寻找目标这边 你第一个是小数点,所以你要写小数点 轻号,代表小数点后面任何的字元 我都要干嘛,含在内 而且不管是什么字元,它都含在内 然后要把它取代成为什么 我要把它取代,就是干嘛,空格 就是把它删掉 比如说今天你有小数点一位 两位,三位,四位,五位,不管你有几位 我全部都把它干嘛,删除掉 删除掉,好了以后,我们就按全部取代 这时候有没有看到,它会跟你讲 完成五项作业,确定 它就会自动帮你把小数位数干嘛 删掉,我复原一次给你看,有没有 这时候你会看到一件事情,有没有 它删掉的时候,没有干嘛 四舍五路哈,所以小数位数的部分 全部都被删除了 这样子,看哪一种方式适合你用 都可以